欢迎各位回到市城有约 十分访谈 今天谈谈父母婚姻不和睦 对孩子的影响 荣校的夫妻关系是一个家庭的重要基础 那么一旦婚姻触交 连带的也会对孩子带来影响 夫妻俩如果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和对错 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让孩子成为无辜的家兴品 那么是的 夫妻之间的感情问题应该如何 好好地处理才能把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减到最低 身为家人朋友的我们 在面对当事人和小孩时 是否应该主动地安慰提供支持呢 马上请教今天的两位嘉宾 首先欢迎的是 处爱社区服务家庭综合服务资深辅导员陈汉希 和新加坡心理辅导中心的资深辅导员李海宁博士 欢迎两位 欢迎 两位好 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李博士 大家好 婚姻生活当中 我们离不开柴米油盐和双方家庭的商处 这我们都知道 那么李博士在您辅导过的案例和接触的案例当中 夫妻俩的感情一旦出现了问题 不管是在家中持续的争吵 还是那种冷暴力 对孩子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 李博士 其实我们说如果出现这样情形的话 会直接影响到孩子自己本身的安全感 我们说安全感是心理层面人四大需求之一 我们包括安全感 我们需要有无条件的被爱 然后我们需要有身体的触摸 还需要有一些知道大过和高过我的力量 在这四个心理层面需求里面 排在最基石的就是安全感 而他的那个基础就是 个体需要知道我的爸爸和妈妈 他是爱我的 而且他们两个是彼此相爱的 所以如果出现像文贝刚才说 夫妻这样的吵闹的话 很显然会对孩子的安全感带来很大的冲击 如此也会让孩子在性格上变得相对来说 比较敏感 比较脆弱 自尽心有提升的空间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这样一直的争吵肯定是对于孩子 关于怎么看待婚姻 理解婚姻 就是他自己未来的婚姻价值观 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好像我们有些格爱 一直看到父母亲这样吵架 就觉得说未来不想要结婚 当然有的时候争吵再多的话 可能会对孩子的血液也产生影响的 是无情当中会对孩子产生很大的影响 可能父母感觉不到 但是孩子的影响已经植入了心中了 是 相信有些夫妻可能就是理解到感情破裂 会对孩子带来伤害或者是这些影响 于是他们就选择忍受感情上的摩擦 选择不要理 自己继续生活 对 继续生活 有的甚至希望就是借由孩子来恢复 家庭关系的稳定 请问陈先生 根据你辅导个案的经验 你是否有碰到这样子的情形 那么这样子的做法又是否会加重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呢 是啦 有好多说我不离婚就是为孩子 甚至跟孩子讲我不离婚是为你 这个千万不要 因为对孩子来讲太沉重了 忍受是某个程度是美得 但是过了那个度 可能需要的不是忍受 是积极地寻求资源来 怎么样可以透过辅导或是学习来和好呢 我真的很欣赏有一个很智慧的妻子 她带着丈夫来 她说我为孩子的缘故可能要离婚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孩子很阳光很乐观很快乐的 但是不是我的老公那就是她就很消极 很经历解读很悲观 而且对孩子又很严 弄到孩子跟他好像敌人这样 如果他不成长或是不改变 我可能有分居为孩子为我自己 所以结果她丈夫也愿意受教 所以有五次 我们一起来学情感智慧吧 因为只要在学习 爱是需要学习的 结果第五次跟他们两夫妻见面的时候 他们就手牵着手来 还可以说 妻子说 以后都不再喊离这个字了 这个就是要积极地去面对冲突 面对摩擦 只是带来一个磨合的过程 协调的过程 而且认识自己也认识对方更多 其实冲突之后 如果愿意透过各方面的 特别符合的话 更恩爱的 陈先生举着这个例子非常的好 也让我们知道了 一味忍让并不是办法 更加智慧地来沟通解决问题 可能更可取 但是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 那么当父母感情问题已经严重到 无法隐藏甚至决定离婚的情况下 要如何和孩子沟通 才能减低对孩子的伤害呢 李博士 当然像刚才文贝所提到 如果真的到了这种光景的话 我们就要学习来及时的止损吧 所以我们一般其实就还蛮鼓励说 有时候与其给孩子一个 看起来父母都在 但是其实呢 却不健康的家 那不如说我们真的就重新 做一些编排 当然就像刚才汉西老师所说的一样 离婚绝对不是我们要去的那个方向 可如果真的到了这个光景的话 我们特别强调 首先一定要告诉小孩 特别是比较年幼的小孩 让他晓得说爸爸妈妈离婚 不是你的错 我就曾经有瑞格案 当他们夫妻说到要离婚 这个爸爸要出门的时候 这小女孩就快快地跑去钢琴里面 就弹钢琴 一边弹一边哭说爸爸 我有好好弹琴 所以我们说对于特别年幼的小孩 一定要他知道 爸爸妈妈分开 跟你没有关系 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 而要清楚明确的 而且呢第二呢 要清楚明确的给孩子足够爱的保证 所谓爱的保证就是 要让孩子知道说 虽然爸爸妈妈分开 可是爸爸妈妈对我的爱是一样的 特别是那个如果你孩子跟你生活的一方呢 我们就鼓励说 早晨你就不要太过匆匆忙忙的离开 尽可能arrange多一点的时间陪伴小孩 甚至可以告诉他说 你什么时候会回来 也暗示的回来 这样能够帮助孩子们知道说 他是不是被抛弃的 当然没有跟孩子生活的一方 我们也鼓励说要定期的见孩子 就是给孩子足够这样爱的保证 特别特别是对于比较年幼的 当然比如说青春期 十二三岁以上的小孩 这个部分呢 也是需要我们特别的花些时间来 来这个安排的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第三呢 我们要明确的告诉小孩 他生活中可能会出现哪些变化 通常在父母离异之后 孩子在心理层面上会经历一些挣扎 比如说他们会否认 他们会有觉得压抑挑战 他们其实会带来这种心理上的春季 所以我们就蛮鼓励说要提前告诉小孩 比如说以后是妈妈会送你上下学 然后你住的地方会搬在哪里等等 就是提前告知这些变化 帮助孩子更好的出力 当然还有最后我觉得也是蛮重要 就是千万不要在孩子的面前来丑化我们的配偶 毕竟两个人的感情是大人的事情 那个只是您跟您的婚姻关系上面的一些可能不理想 但是他绝不代表和等于说这个孩子 他的父爱或者是母爱出现什么挑战 所以我们要不要丑化 当然弱势可行 我们甚至鼓励说能够在孩子面前 就是去给孩子优化他的父亲或者母亲的形象 这点对于孩子本身的健康成长也是非常有帮助 是的 李博士提出很多立刻行之有效的方法 非常感谢 那么说到给孩子这个爱的保证或者是在沟通方面 作为身边的家人跟朋友 要是我们知道当事人的婚姻状况 我们在面对小孩的时候是应该要小心翼翼选择回避 完全不提起这件事情 还是说我们可以也安慰他们呢 陈先生你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见解 我觉得最重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先 不要想要跟他讲什么 或是重庆他 照他 什么不需要的 因为反而你调整 那个心态就是说 我要听到他的感受 如果能够的话 问他的感受是什么 甚至给他一些选择 可能他不知道怎么感受 难过吗 现在怎么样 你有什么想法 这样给他讲 最重要不是讲 我们讲是听他 因为聆听才是爱 理解就有一致 所以听他 然后如果真的 你不懂 他也不能够跟你讲太多的 你可以用身体语言的拍拍他 对他一个表达 你对他相信 有希望 感受得到的 只要我们的心 有一个理解 共情 自然他知道 你是个可信任的 他会适当的时候 会跟你讲心里的话 甚至可以保留一句 听到了 有什么事情来 随时我都会听你的 这样对他来讲 是最大支持 因为是个陪伴 给他以后走下去 成长的段路 那陈先生 我们其实在利用 最后的一分钟 来提到一个 这个家庭问题 当曝光在美光灯之下的 有一个特别特殊的群体 就是公众人物了 他们对孩子 这样曝光在了美光灯下 会对孩子带来什么样 深远的影响 父母可以做些什么呢 而且我们作为公众 就是怎么样 抱持什么样的态度 来去看待呢 来避免去做一些 可能会伤害到孩子的事情 陈先生您认为呢 我认为人与人的关系 其实圣人都有错了 就算夫妻关系 教导孩子关系 父母都会有错的 公众人物也是圣人有错的时候 只要他愿意向公众道歉 而且知错了 而且愿意说 我要挽回家庭的关系 今天我们真的要给他空间 还有给他一个祝福 因为他愿意去挽回家庭的关系 以致不像以前可能把最好的给了公众 但是自治家庭反而有亏欠的时候 我们帮助他成功 甚至如果当中有一些爱他的人 也是他们孙任的人 在这个过程能够支持他们 围绕他们 辅导他们 这个对他们都有帮助的 因为重建孙任是一个过程 甚至父母也是要跟孩子道歉 以致能够孩子知道 真的有改过我 我们大家一起来抱团 吹乱 来抵挡外面的那些 冷言冷语 所以我们永远都有一些人 会有落井沙石的 但是也有人血中送炭的 所以我觉得 作为一个我们一个民主社会 人民的技术 有这个民主技术的话 我认为多一点的包容 多一点的鼓励 每个人需要有一个这样的 被原谅改正的机会 对不对 我们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 来我们节目分享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那么下一段节目 我们还会去看 日本糕点 铜锅烧 巴西传统佳肴 黑豆炖肉都成了艺术品 这是日本微型艺术家创造的小小世界 广告后回来 不要走开 我们下转发生了这个节目 我真的会有多少个人 最终的说明 我们下转发生了这些月 巴西传统佳肴 我们下转发生了这个节目